大家看看這個乾炒牛河多麼美麗 我真的用了三分鐘就炒出來了 這種我們稱之為鍋器 這個真的沒得頂 超滿足 大家好 今天喝了先和大家說 很多時我都會煮意大利Pasta 今天就反過來 反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中國四大發明竹粉便飯 其中一個榜首位置最受歡迎的 中國Pasta就是乾炒牛河 其實乾炒牛河我認為 它是一個發生於電光火石之間的一道菜 只要你所有材料準備好 它真的三分鐘內更快 公仔麵便應該可以煮好 第一件事就是要處理的 就是先處理牛肉 今天我用的是最普通肉檔的牛肉 如果是富貴上來 牛小排切片 或者和牛牛柳切片都可以 但我覺得這樣就比較圓風味 你知道我們去酒樓食 都是這些牛腩肉 買了牛肉回來 都是很簡單的醃法 小許生抽、小許糖、少許糖、少許生粉 你不要煮太多 你煮太多 你煮太多 它炒完之後 它整塊粉這樣黏著牛肉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吃 一點點水 好了 這樣呢 你就煮均勻 牛肉煮了它 就放在一旁 早在我學法蘭西餐之前 其實我是煮乾炒牛殼出身 想不到 我記得半世紀之前 我們做小朋友學師的時候 我們都是做打殼的 打殼一有個乾炒牛殼的單一進來 我們會用一罩可粉 一罩可粉 一罩可粉 然後我們會養散它 如果你不養散它 師傅那個殼 一旁飛過來 這些是一塊塊的 我們要養成這樣 一條條分開 這樣才可以讓師傅炒 如果你不養散它 待會變成三條一疊 四條一疊 所以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最後一條都被我拔開了 基本上我檢查過 都沒有搭 你看看 它說是炒河 你看到它是挺軟的 也不是很厚的 以前我們的炒河 是很粗的 很厚 又比較闊 那種就是我們以前 人們喜歡吃一些 咬下去的質感 現在人們是偏向一些 比較軟滑的可粉 當然現在有些 仍是經典到 要用湯河來炒 更加薄 更加滑 如果你喜歡滑的 你可以用湯河 但如果你喜歡 比較 你知道 酒樓風味的 你用回炒河去炒 這樣就對了 除了河粉之外 講講一些配料 近這十幾二十年 我去很多地方 吃乾炒牛河 它都不下薑絲 但以前 當我小孩的時候 上去酒樓吃 乾炒牛河 都有薑絲 反而加了洋蔥 我覺得很久不足 如果你喜歡 咬下去一點爽口 給多些銀牙 我自己喜歡 是加少許韭菜花 我喜歡那種咬下去 有點爽爽的感覺 炒乾炒牛河的時候 它這個狗黃是最後下的 狗黃一炒到過熟 軟了一聲 帶來 真是一般 是沒有那麼好吃 如果你將狗黃的香味 發揮到最準 你一定要是後下才行 我建議大家 強烈建議 都是用這些 黏底的鍋 即是熱潔鍋 在冷的時間 下油就對了 如果燒到它很紅很紅 才是下油 變成熱潔鍋的塗層 很容易脫落 很快就要換下 如果是這樣 接著我們先炒了牛肉 炒完牛肉再放在旁邊 我們也要加少許油 真的不是開玩笑 很快就炒好了 放一點薑絲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薑那種味 不斷爆它 就可以移序地 就是蔥、韭菜花、銀芽 全部放進去 炒一炒 那些銀芽 只要開始有少許 你覺得它已經殺青了 殺青的意思就是 你看到它炒一炒 已經有少許香味 這樣就可以加了河粉 有些人做到好像很厲害 煎過河粉 差不多煎腸粉的攪法 其實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家居這樣算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不要黏底 因為現在我們加上 生抽、老抽 你現在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猛火地 不要讓它黏底 將生抽、老抽 它裡面的大豆蛋白質 是經過高溫之下 形成一個所謂的煤立反應 Maya reaction 這樣令到它產生那種香氣 這裡也是其中一種 我們所謂的鑊氣的來源 再加上牛肉 最後再加上九黃 你看到我是用筷子來炒的 那用筷子的材料 其實可以避免到 有時你用些殼 都會砸爛了河粉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意見 多麼他條 還可以喝一口啤酒 你會看到 河粉已經有少許 有少許焦的狀態了 搞定 上桌 大家看看這個乾炒牛殼 有多麼美麗 嘩 美麗 很明顯聞到薑的香味 九黃 韭菜花 炒出來的各樣都有不同的香氣 還可以聞到一些是生抽和老抽 它經過這個高溫之下 那種焦香的味道是噴上來的 這種我們稱之為鑊氣 只要用這個方法 鑊不黏底 是真的可以煎香了一些生抽老抽 做出來一點都不會被酒漏差 吃這個乾炒牛殼 就一定不少得我們 從小到大最佳拍檔的 橙色的辣椒醬 先放一點點 足夠的芽菜 有九黃 還有韭菜花 嗯 再加上這個橙色的辣椒醬 哇 這個真的沒得到 超滿足 哇 一大口啤酒 我真的用了三分鐘 就炒了出來 不過當然 前期功夫也要有的 希望大家 多點在家裡煮飯仔 有益一下自己 有益一下家人 有請 我們在訪 我們在訪 大請 我們在訪 我們在訪